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晚由廖正文和颠当和您看天气 暑假都快放完 不过本节天气仍然是这么热 今天的天气是天晴和酷热 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 新界北部的气温上升到34度以上 明天的天气会是怎样呢? 一起看看颠当的预测 谢谢颠当 预测明天大致多云有骤雨 市区气温介乎27至30度 吹和缓的西南风 相对湿度介乎70至90度 接下来几天的天气 与南海北部低压区相关的广阔低压槽 会在周末至下周初 为华林沿岸带来不稳定的天气 灭带气船康尼会在接近2、3天 横过东海 大致移向朝鲜半岛至日本一带 接下来几天气温介乎26至31度 接下来看华南地区的天气 澳门会是多云 深圳有骤雨 广州东莞有雷雨 四个城市的气温介乎25至34度 另外四个华南城市的天气方面 珠海中山是多云 佛山有雨 兆关有骤雨 其中中山最热有34度 再来看四个主要城市的天气 北京天津是天晴 上海有雨 成都多云 四个城市的气温介乎16至31度 今晚的《瘋狂天气》预报 就说到这里 有机会再见 拜拜